好除了尾巴冲突之外呢 我们来关心的是中国大陆 举行的这一个进口博览会 而且就在昨天举行了开幕仪式 那我们知道其实从2018年开始 这个进口博览会呢 中国大陆举办 当然就是为了希望可以提升自己 自由贸易开放的一个形象 那么今天的中国观察 我们也邀请到特派记者韵文 来到现场帮大家进行分析 韵文好 韵文好 大家好 好韵文想要请教 这一次他们就是第六届了嘛 然后号称是规模最大 历届最大的 但是也有听说说 感觉这一个门槛 进口博览会的门槛 好像是越来越高 那我们知道这一次其实也有台商 有参加这个博览会 但是如果进口 要参加这个展览的门槛越来越高 相对来说要参展的成本 是不是也会提高 影响到台湾的中小企业 确实我们先看到这个 所谓的这个进博会 就是所谓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就是从2018年开始 举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对外贸易的大拜拜大活动 那这次呢是在疫情之后 首次的回归到全面都实体举行 所以规模正常化之后呢 人数也是翻倍的增加了 今年的参展人数呢 是有达到1500人 那这当中不乏是不少的这个跨国企业 参加的这个数量是有增加 以及他们的全球的CEO总裁 都亲自的飞到上海来参加进博会 好这包含是谁呢 是这个全球效果的第一品牌 勒斯福的CEO 就从法国飞到上海来参加 以及呢这个轮胎品牌米其林CEO 也亲自的第一次参加进博会 是看好这个中国的汽车市场的发展 那除此之外是美国跟中国 即便这个关系不太好 但是呢你看到是美国的农业部 他们呢也还有帅团 带了17家的参展商到进博会来参加 也规模是历年之最 并且这个美国的农业部长的贸易顾问 也都有亲自出席 看得出来是蛮重视的 另外看到是这个进博会 是有多达超过400项的新的产品 新的技术跟新的服务来展出 这包含是有动力的这个抑制 以及呢像是呢 这个是抗衰老抑制剂 还有是胰腺癌的这个标靶治疗等 都还蛮让大家注意到的是 但是来看到是有很大的变化 是台商的部分 因为最早的时候台商是有上百家参展的 但是今年只剩下了是20家台商 为什么 因为呢这个门槛变高 就是钱变多变贵之后 其实对不少的中小企业是一大负担之下 他们就放弃这样的进博会来参展 那可能是跟中国的经济现在进入停滞 但是目前还有就是台商布局转变都是有关系的 不过来看到今年这个进博会 最大的亮点是呢 这个澳洲的总理艾芬林斯 参加之后还是逛摊位来推销澳洲的产品 您首先把我们手指放在我们的控制手柄上 然后把头放在我们的3D目镜上 陆媒记者体验操作中国大陆本土制造的 副枪镜手术机器人达文锡 上市的第四代平台在上海进口博览会亮相 它有这个可撞腕的这个手术器械 所以可以超越我们人手这个极限的一个操作 根据日经新闻指出 进口的达文锡机器人在路售价高达350万美元 但是陆产的只有半价正挑战美国制造的垄断地位 因为也是国产嘛 我们整个的手术的界面 包括这个语音提示 现在都已经变成了中文 上海进口博览会已经来到第六届 是每年中大陆新科技外贸商品大雷台 今年号称超过3400家企业参加 尤其冰冻青年的中澳经贸关系破冰后 也有200家澳洲企业参展 澳洲总理爱巴尼斯当场亲手烤BBQ 推销澳洲牛肉 还拿起龙虾品尝美酒 不断为澳洲企业向中国大陆市场好好宣传 爱巴尼斯做足诚意 这届进博会号称规模最大 中道希望借此吸引外资扩大市场 但是习近平发出的贺信内容也坦言 目前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 需要各国同舟共计 好接下来要看到这个可能对于近期有要去中国大陆 不管是出差还是旅游的民众来说可能会觉得蛮便利的哦 因为我们先前要去大陆都要办台胞证 但是以往去旅行社真的都还蛮费时 而且比较麻烦 现在中国大陆是不是寄出了一个措施 让我们可以线上申办比较便利呢 对就是他们今天宣布的这个对台的新的措施呢 主要是明年才会来正式实施啦 那他是配合这个所谓的支持福建 探索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所做的进一步措施 我们就来看到呢 这是针对说呢 其实呢就是促进闽台 就是福建跟台湾往来之外呢 还有是便利 台湾人可能在福建定居的相关生活的申请方式 还有是台胞证呢 现未来呢 明年开始呢可能可以增加是网上办就是上网就可以办之外 还有口岸办跟集中办 但是这两项口岸跟集中办 可能只是在福建厦门这地方 可能可以有相关的额据点可以来做 那整体而言呢工作的时间呢 从7天会缩短到是只有5天 就整个是比较方便比较便敏的感觉啦 那再看到是对于这个闽台之间的传播的航行呢 也有相关是比较好的方式 就是对台的口岸呢 会增加一个资讯的采集的地点 如果你可以愿意放下你的 你的个人的资讯的话呢 就可以来方便的 经由这个快捷的通道来通关 而且可以实现是一地 一地留资料之后呢 就全中国都能够通行的这样的情形 那另外就对于船舶呢 可以在就是上网预约这个申办的一些边境检查的方式 预约申办比较省时间 那就是要借责拉网台湾人前往中国的医院 是没错 我这个台胞证如果可以线上申办的话 相对来说对大家真的会比较便利很多 对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运文 今天来到现场帮我们进行分析 谢谢运文 谢谢盛盈盈 谢谢大家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个为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我